因为回程跟去程不太一样 所以回程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 今天来分享阿苏熊本机场 自熊本市区JR熊本车站 通勤艇与熊本巴士总站的 完整实际交通攻略 熊本机场我觉得目前是最适合 畅往九州进出的机场 台湾目前有华航跟新宇航空都有飞 以地理位置来讲刚好在九州的中间 熊本车站去博洛车站 最快只要30分钟 或是去日本最南方城市的路尔岛 大约是45分钟 更重要的是 所有九州类型的JRPS 范围区域内都有包含熊本 影片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会说明 阿苏熊本机场是市区有哪些交通工具 即实际搭乘从下飞机到出海关 一直到达熊本车站的 完整已经到底的完整分享 然后第二部分是从回程 从熊本车站到熊本机场的完整实际路线 因为回程跟去程不太一样 所以回程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 目前熊本机场到市区主要有三种交通方式 但是目前是没有JR火车可以去市区 只有巴士公车 第一种是最方便 也是我们这次搭的四号站牌空港巴士 机场到熊本车站大约是一个小时 第二种是最快到达熊本市区的三号站牌空港特快 虽然比较快但是三号站牌的空港特快 只有停靠英亭巴士中心跟通晶亭两站 那大约是45分钟就可以到达 熊本车站是没有停靠的 第三种是一般游客比较不会搭到的 叫做六号站牌免费接驳小巴 这个六号站牌的免费接驳小巴是直接上车 人满就开车大约是30分钟就一班 它是接驳到JR的肥厚大金车站 因此到达JR的肥厚大金车站还要转成JR的普通车 到熊本车站大约是500日币左右 这个是最便宜到熊本市区的方式 但是比较麻烦还要转成 我是不太推荐的 熊本机场的国际线人不多 下飞机后出海关你会看到一间叫做Turi Coffee这间咖啡店 这间咖啡店的旁边的出口就是C号出口 要从这里出去搭巴士 我们往C出口出去 C出口的上方也有明显的指示牌 要搭巴士往左边的方向 计程车直走 C号出口一出去就是二号站牌 二号站牌是专门给排班计程车用的 如果要搭计程车就是在这里搭 直接跟司机讲要去哪里就好了 司机几乎都会站在二号站牌旁边 那我们没有要搭计程车 我们就继续往左边的方向走 接着走十秒内就会看到三号站牌 要搭三号站牌空港特快的人就是在这里搭车 不过只有限到东京庭站跟鹰庭巴士中心的人搭乘 他是没有搭熊本车站的 三号站牌下方也有标示直停这两站 中间时刻表可以参考 我们是要搭到熊本车站 要去四号站牌搭车 就继续再往前走 三号站牌的下一个站牌就是四号站牌 在这里蛮明显的 这里是可以买巴士票的自动售票机所在地 巴士的头前面会比较靠近站牌 像是我们要搭的四号站牌 巴士已经来了 就是这一台 巴士的前身会最靠近站牌 我们再走过去 这个自动售票机其实是用不到的 要搭四号站牌巴士 可以直接上车 然后下车再付现金 大约是1000日币左右 或是上车刷信用卡 然后下车的时候再刷信用卡 巴士旁边的服务人也都相当热心 还会先询问我们要去哪里 我刚刚说我们要去熊本车站 是用英文说的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他会指示你直接上车 然后行李交给他就好了 他会协助帮忙放置行李在巴士里面 我们就直接上去四号站牌巴士 没有后门都是前门上车跟前门下车 前门最靠近站牌 我们上去接下来是一个大重点 上车后如果要使用信用卡付车钱的人 上车下车都要刷信用卡 而且刷卡的地方上车跟下车是不一样的 上车时候是在这里刷 一个靠近车门的刷卡机 都是感应式的 只能感应刷卡 把信用卡拿出来的刷 听到B一下的声音即可 信用卡机器旁边是抽整理券的机器 付现金的人这个其实也不用抽没关系 司机都是下车的时候直接收现金 要付现金的人下车再给司机就好 特别注意是熊本整个地区 都不再支援全国性IC卡的使用 像是西瓜卡 Ego卡等IC卡 所以不能使用IC卡付费 上车后全车自由洗 有位置就坐 座位上方也有放置随身洗衣的地方 座位空间是一般正常的大小 我们那天是搭乘华航下午到达的班机 车上大概还有三分之一的空位 几乎都是台湾人比较多 这班车会停靠非常有名防华的通津亭站 也就是夏通上天街起点这里 还有阴亭巴士中心 这个是熊本市区最重要的巴士转运站 最后一站会停在熊本车站 大概时间是一个小时 到熊本车站要下车的时候 如果是刷信用卡的人 是要在司机旁边这台刷卡机进行下车刷卡 然后要特别注意它是不支援Mastercard信用卡的 但是可以用VISA跟JCB信用卡 还有一点是不要急着刷卡 因为司机会先跟你确认你用的是什么信用卡 还有人数 他是可以一起帮朋友或是家人付车资的 如果是只有你一个人 就可以跟司机说One Person 如果有两个人就说Two 以此类推 用笔手画脚也可以 假设确认是两个人 司机会设定要付两个人的车资 然后你再感应信用卡就可以扣款了 如果你是付现金的人 就把现金投入司机指定的投入处就好了 那在信用卡刷卡机旁边而已 那下车后等司机下来拿行李 巴士会停在雄本车站的三号站牌 但是是从机场来的时候 会停靠雄本车站的三号站牌 回程不是在这里搭车要特别注意 回程跟去程不太一样 拿完行李并表达对司机的感谢之后 就顺着建筑物的路走 可以看到可以进出的门就进去 这里就是雄本车站的前门大门 进去马上会看到一间星巴克 星巴克的旁边就是要去搭JR的地方 继续往前走 这里有绿色人工窗口 可以兑换九州类型的JR Pass 或是有包含九州地区的JR Pass 人工窗口的旁边是绿色自动售票机 这里可以自己在机器上面 换位新干线的指定席或是JR的指定席 而绿色自动售票机的旁边 就是要进去搭新干线的地方 然后这里是肥后市场 可以在这里买到所有在雄本市区的交红票券 像是公车一日券或是路面电车一日券 就是在肥后市场里面有一个雄本站的综合观光案内所购买 这样就完成了从雄本机场至市区雄本车站的完整分享 接下来第二部分也是一个重点 要如何从雄本市区雄本车站回到雄本机场 我们从雄本车站前门的门口开始出发 这里是前门门口 出来后往左边的方向走 直走中沿路的上方都有指示牌 1到7号公车级要搭计程车的人往前走继续直走会看到可以寄上行李的地方 有需要的人可以寄放 寄放行李的地方的旁边就是1号公车站牌 回程要从雄本车站去阿苏机场是要在7号站牌搭车 所以继续直走 顺着路走接着是2号站牌 然后是3号站牌 去城的巴士是停在这里 回程是7号站牌上车 沿途都还有明确的指示牌 4到7号继续走 这里有一间蛮大的Big Camera 4号站牌5号站牌到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7号站牌了 在这里靠近马路那里走过去7号站牌就到了 它在一个相对比较角落的地方 站牌中间有时刻表 最左边是去空港的时刻表 班次算是蛮密集的 大概20到30分钟就有一班 巴士要来了 很明显在车的前面会有电子显示 阿苏空港就是这台没错 这时候重点又来了 去城跟回程的车种不太一样 回程的车子比较像是一般公车类型 行李要直接带上去巴士 都是从后门上车 这里也有入口指示 感应是信用卡机在这里 上车B信用卡 一样Master Car的信用卡不支援 只能用Visa跟JCB信用卡 下车也一样要感应 如果要付现金的人 直接下车付给司机 整理券可抽可不抽 车支大约是1000日币出头 全国性爱西卡、西瓜卡、Eco卡都不支援支付 所以不能用 我们上车 上车后会有一个专门的区域 可以放行李箱等大型行李 在这里有位置就可以放 座位上方也有可以放随身行李的地方 这是下车里 不过熊本机场是最后一站 所以不会用到 可以先放好行李再去逼信用卡 很简单 只要把信用卡靠近感应 然后就好 原本信用卡继续是绿色发光 有感应到会变成蓝色发光 如果你用Mr.Car不支援的信用卡 去感应会变成红色发光 代表就不能用 感应完信用卡就随便找位置坐 全车自游戏 沿途也会停靠英挺巴士中心 跟通勤艇站 英挺巴士中心是在6号乘车处乘车 通勤艇站是在熊本的日航饭店 旁边的公车站排上车 巴士到达熊本车站会停靠在A门旁边 如果你要兑换硬币 可以到司机旁边有自动兑换机可以兑换 下车要感应信用卡的信用卡机 也是在司机的旁边 像刚刚说几个人 比如说两个他就会设定两个的费用 你再逼信用卡 用现金的人是直接依照司机的指示 投放到投入处就好了 自己拿行李下车后就往A门进去 熊本机场蛮小的 你会看到电子指示牌 像我们搭的是华航就去102报到 这样就完成了由熊本机场是熊本市区 及市区是熊本机场的完整交通攻略 熊本机场是熊本机场的优优独播剧场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熊本机场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